GAMEMAN 妈妈妈妈 我洗澡前还可能玩的游戏机 跟哪儿去了 我的孩子 已经被游戏机害得生活无法自理 天天摊在椅子上玩游戏 我要挽救他 不惜一切代价 赌上我的尊严 本期游戏 不好意思 又不是守望先锋 隐藏我的游戏 妈妈 妈的支杖 我们是守望先锋项目所吗 天天守望先锋 神经病啊 老子就是要玩游戏机 看这个画风 估计我这一次 要扮演一个支杖了 第一天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翻翻出柜 就可以找到游戏机了 这难道妈妈会升级为一个 密室解谜游戏吗 让我们愉快再提到第二天 第二天我一看 我的内心就有点小吃惊了 这不是找游戏机的游戏吗 怎么重来后 我们还占了一个人 这万一要是隔壁老婆的话 我是管家爸爸 还是傻瓜 于是我勇敢地 拉开窗帘 What the fuck 妈妈你这是搞哪样 说好的我来演智障呢 你不是应该逐渐 把游戏机藏在各种干的地方 然后逼捧我用 来解决障藏的地方吗 这个游戏变得有意思起来了 第三天到了 妈妈你已经被我的真实截眼看到了 你就躲柜子里面看着 用掃把游戏机勾引出来吧 咦 我为什么要用勾引那个词 明明是我要玩它才对啊 轻松来到第四天 我操卡桑 这个鳄鱼是怎么回事啊 我只是玩个游戏机而已吗 真的有没有搞一套保护动物来吗 卡桑 你躲柜子里面看着我 跟鳄鱼就是几个意思呀 妈妈你仿佛是个头块狂啊 没关系 我们可以用树枝 来卡住鳄鱼的嘴 到了第五天 接着有一滩蜜汁水潭 我往水中一点 看看妈妈是不是躺在水里面 明天好美 那我们往旁边看一下 妈妈 哦对我看不到 你简直就是个神机的宁家 我还是好好找游戏机吧 哎 我操妈妈 家里怎么有核神呢 问我掉的是金游戏机 还是普通游戏机 这个核神是智障吗 啥游戏机掉水里面还能玩啊 说好的我扮演智障呢 我感觉妈妈已经前灵剂球了 我们来第六天 妈妈 家里怎么来个图人镇啊 喂 你这隐藏技术也太拙虐了吧 没事 我找那个和妈妈所一样大的苍蝇 来干扰那些死鸡佬 到第几天 我已经不想吐槽了 妈妈咱家这么大吗 有人在咱家飙车诶 这么大个家 这不能让我好好玩玩游戏吗 没关系 我相信我的智障 用柜子里找到的扳手 把钱让它钉子拆起来 然后当了运动员的面 把钉子放在路上给他们骑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纸张啊 他妈倒地这次 可不可以不这么鸡啊 你们的自行车衡量 差去哪里了呀 简直智障 这样我就可以 轻松起来我的游戏 为什么我也这么智障 这个钉子你不会让我开走吗 果然在智障的世界里面 一切皆有可能 哼 这个游戏 果然越来越有意思了呢 喂 妈妈 不用这么狠吧 我就说玩个游戏机而已呀 你搞个炸弹在前里面 没关系 不就是灭火吗 没有灭火器 哎妈妈 你怎么满脸白色液体 不是我是 喷的吧 没关系 灭火器不能用 我可以用手啊 What the fuck 这还让人怎么火 我不玩了 这是什么垃圾游戏 毁我精尊 我就等着看着你炸 哼哼 这个游戏 果然很有意思呢 今天妈妈终于正常了 躺在那里看报纸 哎 沙发让你钱包 有了钱 我们可以再买一个游戏机 对不对 好的 为什么我在我自己家拿钱包 会被警察抓呀 妈妈 我真的是你亲生的吗 哎 今天似乎不太一样 终于要靠我的眼里来追胜负了吗 哼 一定是这个 不对 来一定是这个 也不对 我去 这个不说实 手法挺快呀 小伙子里还有前途啊 你跟我搁这见证 奇迹的时刻呢是吧 黄色的杯子里 有了奇迹 黄色的还有帽子 不会是在帽子里吧 还来 你这种三脚猫功夫 还在我面前秀 我先点开帽子看看 妈妈 原来你是充气的呀 可大可小可受大呀 终于到了28天了 今天随意翻一翻东西 看来这一罐 就去七龙猪来许愿了 妈妈你先在高压锅里委屈一下 什么 然后你怎么跑去高压锅里了 你是充气的呀 你不怕自己炸了吗 这怎么找来找出都是六颗龙猪啊 关键是为什么龙猪都是一颗星的呀 最后一颗到底在哪里 不行我要看一下提示 这个提示也并对什么卵用吧 等等 我好像发现了什么 这是什么 妈妈你不按套路出牌呀 怎么会在菜单栏里面有一颗龙猪啊 这游戏 真的很有意思呢 不好意思 我再买一台手机去 我们下期再见 不好意思游戏 每月8号22号关系 更多好玩视频 来扫我呀 来扫我呀 扫我扫我扫我